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广州宝马车撞人事件发酵 官方定性交通事故遭舆论抨击 宗教打压升级 浙江温州南港基督教堂被当局强拆 美国媒体披露 谢峰有望接任驻美大使 中国战狼外交形象在引热议 美国前白宫官员博明表示 必要时美国将与台湾并肩作战 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中国医疗界人士披露 辉瑞在华市场将抗新冠药物 每核报价人民币1890元降至604元 但中国砍价杀到200元 双方才未能够达成协议 目前辉瑞治疗新冠的药品 Paxilivate在中国的市场已经断货 民众开始抢购免疫白蛋白和氧气机 已被不时秩序 美国辉瑞药厂代表近期以中国医保局谈判代表 就抗新冠病毒药物的谈判破裂 因此辉瑞新冠药未能进入中国医保目录 有媒体引述权威人士披露 辉瑞在和国家医保谈判时 基本没降价 报价人士1890元左右 最终谈判失败 据中国医疗系统人士张宁对本台披露 在谈判中 辉瑞将报价1890元降至604元 但中国的医保部门砍价至200元 辉瑞代表拒绝接受 他说 张宁说 目前无法判断医保局为何将辉瑞小分子药物的价格压得这么低 而国产阿兹福定作为抗新冠药物 其副作用大到超过普通人的想象 国产抗新冠药阿兹福定片 去年被中国官方批准为抗新冠病毒药物 该药在中国治疗新冠肺炎的疗效究竟如何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药学部主管药师李沙在接受采访时说 新冠口服药阿兹福定 在陕西部分医院可以买到 但医生建议 它主要适合于是60岁以上有基础疾病的患者是推荐服用的 因为它有很多就不良反应 包括神经系统的 还有就是这肝肾功能方面的损伤 像妊娠期和服务期的妇女 还有就是严重的肝肾功能损伤的患者是不推荐使用的 此前美国辉瑞抗新冠药物在中国黑市炒至数万元一盒 近期黑市辉瑞也高端货 张宁说 上海居民黄先生说 目前免疫白蛋白在医院售价数百元 但在黑市一剂售价1500至5000元不等 张宁说 白蛋白来自人体血浆 捐血者少 导致医院缺货 河北石家庄 一医护人员李女士 告诉本台 目前新冠患者第二次感染发病人数明显增加 而且比第一次感染严重 本周二昆明市政府发出文明春节期间农村疫情防控工作 要求认真研究人员返乡可能出现的病毒毒株多样化 动员回乡居民把剩余药品带回农村等有条件的农村基层党组织 可组织医疗卫生机构选用具有疗效的中药用大锅药的方式免费供给广大人民群众 有网民表示目前各地的感冒药都已收庆 根本买不到感冒或退烧药 此由亚洲电台记者古亭报道 广州最繁华的天河区星期三傍晚下班人潮的高峰期 发生汽车冲撞人群事件 当地公安指出已经造成至少5死13伤 但官方把事件定性为交通事故 相关视频更在一夜之间几乎全数删除 这引发舆论愤怒 批评地方政府试图淡化事件的做法 只在乎维稳 以下是本台记者陈子飞的报道 广州天河路一辆黑色汽车撞向人群 至多名行人电动车驾驶人 广州以宝马车冲撞人群 造成5死13伤的交通残局 广州天河路周三傍晚 发生宝马车冲撞人群的严重事故 网上流传大量的事发时的视频 一辆宝马车先在十字路口处 冲向正在过马路的大批人群 更开车碾压已被撞到的人 驾驶宝马的男子 停车后向人群杀浅 试图逃走 事后被警方驱捕 事发后 多名伤者躺在路上等候救援 有被撞到的人满身鲜血 同行者看着没有反应的亲人 跪在路上痛哭 广州公安在官方微博发通告 表示在天河体育东路路口 发生的小车碰撞交通事故 导致无死 十多人受伤 交警已驱捕 温馨22岁摄氏的男司机 正在进一步调查事件 广州居民杨颂鸡堆本台表示 昨天晚上 所有的广州民众都在讨论事件 大家又担心又愤怒 愤怒 什么杀了这么多人 毫无人性 第二个也害怕 那里是人流非常多的地方 不觉得恐怖吗 他表示 看过视频的人都认为 这就是恶意袭击 但公安把事件定性为交通事故 这种说法难以扶重 踩了刹车当油门啊 我怎么可能接受呢 不是交通事故啊 五个都才排五年 他淡化 我希望知道的是动机 驾驶员 他老爸老妈的背景是什么 有没有权 有没有钱 周市有民众在小红书和微星制作不同的图片 导念使弹者 也有流传有人带着菊花到现场导念的照片 有广州市民告诉本台 事发时的视频和呼吁导念的上片 从昨天晚上开始已在各个社交媒体大量转发 但今天很多都被消失 住在广州的中国意见作家 也都对本台表示 广州从来没发生过类似的恶意袭击事件 这是对广州民众带来很大的冲击 特别是经过三年的疫情防控后 社会弥漫很压抑的氛围 但官方没有理会社会的情绪 继续用一贯的维稳手法处理事件 像这种社会事件不涉及政治 为什么会遭到官方的干预呢 这也是引起了很多民众的愤慨 从官方的维稳逻辑里面 他首先选择的肯定是淡化事件 因为任何社会事件 公共危机事件 都当心了对民众的心理造成了一种 社会情绪的点样 或者是模仿效应 就是不考虑事件的真相 这也是有民众自发祷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不只在广州 事件也引发不同城市的网民讨论 有不少网民和博主都拍片 讨论个人对事件的感受 广州宝马车恶性撞人事件 大家那个视频看了吗 我看完了那个视频 我直接就想到了去年 在大连的劳动公园门口 也有这样的一个恶性事件 男的撞完人以后 还在大街上撒钱 看完这个新闻 整个人都不好 这马上就过年了 又有多少家庭不能团圆了 看了网上的视频 感觉整个人都不太好了 针对无辜路人的无差别息息 这种恶性事件 希望当地加急 从快 从严 北京时评人季峰对本台表示 网上大量的讨论 显示社会的不安感很重 不安的源头在于过度防疫 突然又放松 导致很多人身心不适应 加上中国的经济环境越来越差 使社会更不安 动态亲民带来的恶果 就是很多人已经被封控成 精神都不正常了 现在经济开始易落天荡 中共的日子更难过 也就是它自下的这些老百姓 日子会越来越难过 那么以前的那些中产阶级 或者企业家比底次人还惨 现在被逼得走投无路的人 已经太多了 他表示一犯被驱捕的反应 以及事发时他开着豪华车等 已经引发很多人的猜想 官方如果不公开调查结果 难以平息名分 就压着电台记者陈指飞报道 中国当局近年针对基督教信众聚集的地区 浙江进行强拆教堂 十字架等宗教打压措施之后 当地温州市的一座基督教教堂再遭强拆 以下是本台记者唐元元的报道 美国加州圣河西的圣公会牧师刘怡 本周三通过推特发布视频 视频显示浙江省温州市瑞安市 飞云街道南港村南港基督教堂 遭当地政府强拆 当地信徒与防暴警察则发生推挤和争吵 刘怡牧师写道 当地政府为了建造商业房 在威与信徒谈拢的情况下 在11日晚间强制拆除造价上千万元 占地巴姆的南港基督教堂 并且还派遣大量防暴警察 押制当地信仲 现居美国的原浙江温州市 平阳县教会牧师张崇柱 在接受本台采访时告诉记者 然后他们就在那里盖了一个教堂 然后盖了教堂 因为信徒的经济情况都比较好 所以他把周边的一些土地买过来 这几年的瑞安经济发展非常快速 然后那一块地就很快就滑规成为环境地带 要进商业楼房 然后他们跟教会协商 是要把教会清理到别的地方 但是按照现在的市场价 那一块地方 如果说是以进住物跟土地的价格来说 现在市值大概在三千多万到四千万左右 但是政府只能够答应赔偿一千万 所以在这个谈判没有效果的情况下 就是政府采用了跟以前一样的手段 去保安公司 然后社会寻找人员 然后分锁地方 强制进去把它给拆除了 张崇柱指出 目前微信朋友圈中 正在屏蔽南港基督教会强拆的视频 因为最早是本地的一个 本教会的一个姊妹 他在他自己的朋友圈里面发出来 这个信产的这种视频 信产视频发出来以后 很快就传了 我也转发了 然后我转发了以后 不到两个小时就被屏蔽了 然后屏蔽以后 我另外一个同工就发信息给我 他说他在转发以后 被屏蔽了 他就接到了飞远社区 那个派出所的电话 然后找他谈话 叫他千万不能转发这个事情 对此本台记者于北京时间12日晚间 致电当地公安局请求置评 电话中公安人员没有明确否认 强拆南港基督教堂一事 不过回绝了电话置评请求 请问南港村是您的辖区范围吗 是的 请问您可以谈谈南港基督教堂强拆一事吗 我们这个 你这个要不要自己那个 来再说一说吧 我人在国外 请问您方便在电话上说吗 这谈不了 这个你要那个跟街道那边说的 本台记者同时致电瑞安市飞云街道办事处 但截至截稿为止 飞云街道办事处并未回复本台置评请求 张崇柱表示 地方政府强拆南港基督教会是采用当局一贯的手法 以前2014年开始 这张拆十字架世界呢 他们也是这样 就是半夜 然后呢 他们是委派这个什么保安公司 下面的社会寻找人等 或者是黑社会背景的人来 很多人就是半夜过来 围困教堂 然后不许信徒进出 然后呢 开着这个吊机 那个产车到教堂来拆十字架 这都是一贯的做法 都是如此做的 自去年中共二十大前开始 当局对于宗教的打压便有升级趋势 去年八月 为全网层披露 吉林长川基督教阳光归镇教会的礼拜活动 遭警方冲击 参加礼拜的信徒不仅被警方驱散 教会的牧师长老以及信徒还被警方带走 此外 四川云南陕西等多地也发生基督徒 被警方以组织资助非法聚会的罪名 抓捕的事件 对此 张崇柱认为 南港基督教堂被强拆 是地方政府基于经济考量 而非特别针对基督教 不过自从习近平担任中共领导人以来 当局对宗教的压迫有增无减 因为习近平上台以后 对于宗教跟民主事务的 他是特别有强强有力的手段去 去来来做这个事情的 他就觉得自己国家经济发展了 腰杆子硬了 不能再抛官养晦了 所以说话呢 也硬气了 在外交场合也是战狼模式呢 在对国内的宗教民主事务呢 都是用强硬的方式来 张崇柱指出 中国当局自2014年以来 在浙江拆了一千多座教堂的十字架 并且于2015年至2017年 持续在全国推动类似政策 同时各地也陆续有教会牧师遭重判 他表示 对整个的基督教 特别是中国国内的家庭教会 打压就特别严重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明元 华盛顿报道 一年前 江苏徐州铁链女事件经网络曝光 震惊海内外舆论 目前 因重庆打黑案而知名的律师李庄 前往徐州丰县 探访铁链女和她的八个孩子 却发现那里仍被当局严密设防 无法进入 铁链女的现状到底如何 官方为何始终严密监控 并压制相关信息呢 以下是本台记者凯迪的报道 1月11号 中国律师李庄在微博发表一篇 《风险行》的文章 讲述她日前到徐州风县欢口镇 董吉村探访铁链女和其八个孩子 却被挡在村外的遭遇 文章发表后 很快受到很多网友关注 但微博原文却很快被删除 文章截图也被屏蔽 文中说 铁链女事件一年了 她和八个孩子近况如何 眼看要过年了 律师同行们捐款捐物 委托李庄从北京赶到封县看一看 10日上午 李庄一行的车子刚到董吉村 就看到村口有人把守 路中间还有隔离墩 路边一个铁皮屋 一看就是有人日夜值班的检查站 值班的村干部得知他们是想去董志民家 看望铁链女和八个孩子 并要求他们交出身份证登记 却不准他们进村 并说要领导批准 之后又来了一群骑电动车的协警 仍阻挠他们进村 临近中午 眼看探访无望 李庄一行打算返回封县 却发现后面一辆白色轿车堵住他们退路 他们大声抗议 村干部却在车前流气地说 你们可以走啊 我们不拦着 李庄推了村干部一把 周围忽然又窜出很多人 他马上拨打110报警 打了两次才有回应 半小时后 才有两辆警车先后抵达 得知他们的来意 警察还是不准他们进村 其中一个领导模样的人称 看望铁链女要先到县委宣传部包备 反复交涉无果后 李庄一行只好说去县委 警察才让村干部把拦路的白色轿车挪走 让他们离去 本台无法独立核实李庄文章的真实性 不过在美国的民间组织 中国父权的负责人张金告诉本台 其他人也有和李庄同样经历 张金说从中央到地方 中国各级官员都在盯着铁链女这件事 就是因为关注的人太多 但直到现在也没有人确切知道铁链女的状况 在铁链女事件中 曾公布视频揭露官方论证不实的前媒体人赵兰健告诉本台 去年4月事件专案组的三个刑警曾向他透露铁链女的下落 赵兰健说刑警们还提到除了董志明母亲还有村委会和邻居及铁链女的大儿子都会来照顾他 本台记者发现上述刑警们的说法和中国官媒的说法基本一致 赵兰健认为 董志明如果要是强奸了铁链女的话 那么你想要找董志明他妈妈来去照顾铁链女 这种事情他是很扭曲的 还有呢就是村干部也好 或者党政机关也好 或者是他周围的邻居也好 那本来就是让铁链女被拴散链之后 又拴散了更多的铁链 他终究是没有自由 因安全原因而要求匿名的一位在中国国内的人权律师告诉本台 当局针对铁链女的这种长期监控完全非法并侵犯基本人权 但官方能够如此妄为 很可能就是因铁链女案背后涉及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 身在美国的人权律师吴绍平也表示 对于当局这种违法行为 老百姓根本投诉无门 因为那些所谓的法律救济机构 就是实施这些维稳行为的相关部门 时隔一年 到底铁链女是谁 又是谁强奸了她 让她发不了声 她的八个孩子的父亲又是谁 这些问题依然是迷 赵兰健曾发表过对小花梅舅舅的采访视频 质疑铁链女并非官方所称的小花梅 并因此导致其新浪微博账号三度被当局封禁 之后她流亡美国 去年9月底到10月初 赵兰健又发现 其新浪微博账号已被彻底删除 她还披露 就在新浪微博账号被取消的同时 她的海外推特账号也出现状况 无法接收或转发 赵兰健认为中国官方的一切行为 就是不让老百姓知道真相 最终让这一事件彻底平息下去 但她怀疑当局是否真的能做到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凯迪 华盛顿报道 河南省伤水县农民谭修毅 二十多年前被法院以故意杀人和强奸罪 判处死刑缓期两年 谭修毅在服刑29年后被改判无罪 她本周向河南省高级法院 递交了国家赔偿申请书 索赔1700多万元 详细请听记者古婷的报道 二十多年前被控杀害一家三口的河南谭修毅案 盟冤者谭修毅经过漫长的申诉 她在服刑29年后被改判无罪 本周二 谭修毅委托两名律师 向河南省最高人民法院递交了国家赔偿申请书 申请国家赔偿1749余万元 其中人身自由赔偿金437余万 精神损失辅慰金1311余万 据红信新闻网站报道 现年68岁的谭修毅是河南省州口市伤水县农民 曾被控强奸灭口杀害邻居一家三人获刑死缓 她从1993年7月17日被刑事拘留至去年10月20日刑满释放 谭修毅委托的律师李迅说 谭修毅除了申请国家赔偿 同时请求原河南办案机关主管负责人 向谭修毅当面赔礼道歉恢复名誉 北京律师莫绍平周四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谭修毅坐牢29年 所受的伤害已无法用 前去衡量 第一个呢就是说这种要求啊我认为确实是不高 老人坐了29年的老板 那这人生29年在监狱里面度过呢 整个一生就毁了 所以他提出多少那个赔偿的数额 我从这个角度讲我都认为不高 这是第一 第二呢 中国的司法的赔偿 一定和程序 他肯定不会得到法院支持这么多 莫绍平说 国家赔偿有既定标准 比如 他会根据什么 平均的这个日工资 累加计算 而且平均的日工资 可能是因为他隔一段时间调整 隔一段时间调整 来认定 如果按照那个认定来赔偿这个数额 肯定他提出这个数额 不会得到完全支持的 谭修毅委托的李迅律师说 该案导致谭修毅以及家人的精神受到重创 导致谭修毅的母亲及儿子先后离世 家庭破碎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 他还说 谭修毅的母亲在谭修毅被拘留后 整日以泪洗面 最终未等到谭修毅接受审判就含冤而终 案发时 谭修毅的三个儿女分别为17岁、14岁和11岁 他们也因本案而辍学早早嫁人 谭修毅的小儿子原本品学兼优 谭修毅出世后就开始在学校被人直指点点 遭受各种言语及肢体暴力 因为长期的压力及迫害 逐渐精神失常 最终早早悲惨离世 谭修毅的妻子 本就体弱多病案发后 独自拉拔三个孩子 一边支撑着破碎的家庭 一边四处奔走支持申诉 等待着谭修毅喜冤归来 此前江西南昌农民张玉桓被控故意杀人罪 坐牢26年 最终被判无罪 张玉桓申请国家赔偿金2234万元 最终获赔偿496万元 山东律师刘卫国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刘卫国说 中国的刑事诉讼法 以案件定罪应该撤销 可减少许多冤 1999年12月14日 继案发6年后 州口中院以故意杀人罪 判处谭修毅死缓 剥夺政治权利众生 其后谭修毅提出申诉 2003年2007年两度被河南省高院驳回 去年7月 最高法对该案做出了再省决定 12月河南省高院 终省判决 原省被告人谭修毅无罪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谷廷报道 国际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 11号公布2023年世界人权报告 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 2022年继续恶化 除细数严苛的清零政策 造成各类的次生灾害之外 也对中国民众开始挺身反抗的 白纸运动感到鼓舞 而随着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展开第三任期 人权观察推估 中国与香港的人权景况 会更加恶化 以下是记者唐元元的报道 人权观察公布 2023世界人权报告 分析100多个国家的人权情况 在过去一年中 亚洲地区的整体人权有退步趋势 人权观察亚洲事务主任皮尔森 在接受本台采访时告诉记者 过去一年 亚洲国家对于民间的压迫增强 威权政府崛起 同时亚洲各国也没有 对气候变化的冲击 做出正面贡献 皮尔森说 还有一些似曾相似的情景 在不同国家上演 像是塔利班回归阿富汗 以及缅甸军政府上位 我们看到威权政府从事 违反人性的犯罪 像是缅甸虐待 杀害抗议群众 以及在中国 维吾尔人跟穆斯林被强制监禁 不过我们也注意到一些正面影响 亚洲地区的人民 时常冒着巨大风险上街抗议 像是阿富汗的女性 以及中国人民 报告指出 在中国 习近平去年10月成功连任总书记 这使他成为继毛泽东之后 中国权力最大的领导人 不过 尽管在政治上坐稳权力大卫 习近平对新冠疫情的铁碗风控手段 为中国社会带来许多次生灾难 像是民众面临自然灾害时 因风控政策无法及时避难 以及民众受伤身病时 因无法及时就医而导致死亡 皮尔森就此表示 过去一年习近平前所未见的坐稳了第三任期 我们也看到中国因为风控将数百万名中国人管控在家中 这些政策严重影响到民众获得食物 医疗资源与生活必需品 不过我们也观察到 民众不畏风险 上街抗议封控 人权观察代理执行长哈桑 也给予白纸运动正面评价 他说 威权国家认为暴力手段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唯一办法 但是这并不是事实 在白纸运动中 中国各地民众群起对中国的清零政策抗议 这代表人们对于人权的渴望 是无法受到北京当局压抑的 不只关注疫情风控政策对人权的迫害 新疆情势仍是国际关注的焦点 报告指出 尽管北京当局的宣传宣称政府在新疆成功打击恐怖主义 但是事实上 中国政府持续在新疆监禁 虐待与强迫劳动上百万名维吾尔人与穆斯林 去年5月 网络上流出3000名被监禁维吾尔人的照片 以及中国高阶领导人打压维吾尔人的 严科内部政策文件 去年8月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也发布人权报告 指责新疆正在发生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 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就告诉本台 新疆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得不到好的信息 在新疆上我觉得 就是我们因为得不到好的信息 所以不知道就是说在多少程度上 有多少人被放出来了 因为我们有知道就是有些人被放出来了 然后又被transfer到那个factories 这些就是情况是我们明星的知道一些情况 但整体上就有多大的变化 不知道就是因为这个信息黑洞 不过人权观察也提到 联合国以及西方各国对于维吾尔人权问题的讨论与重视 以及对于中国政府的相关制裁 有望形成压力 进而改善新疆的人权状况 皮尔森就此提到 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在去年前 所未见的公布了新疆人权报告 这份报告指责中国当局在新疆 从事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也投票标决 是否要共同探讨新疆人权问题 尽管投票没有通过 但是各国竟然针对世界大国 中国发起了投票 这是几年前难以想象的 这也代表国际社会已经对中国政府 在人权侵犯议题上的否认及借口感到厌倦 关于香港 报告指出 香港政府打压新闻自由 2021年底搜索立场新闻 并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起诉立场新闻编辑与记者 这项行动使得香港七家媒体 赶忙在两周之内关闭 此外去年8月 香港最高法院裁定新闻资料 虚受香港国安法管制 这也使香港警察得以合法搜查 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的手机 并且以删颠罪起诉黎智英 与苹果日报高层 这份报告还提到 自香港国安法2020年中生效以来 已有231人因涉嫌违反国安法中的 煽动国家政权罪被拘捕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元元 华盛顿报道 近日有消息传出 中国可能提名现任外交部副部长 谢峰接任秦刚出任中国驻美大使 有评论认为 此举难以显示 中方的战狼风格或外交政策 会改选更正 一切是文财记者经纬的报道 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12日 援引消息人士透露 中国可能提名外交部副部长 兼美国事务专家谢峰 出任新一任驻美大使 此举有望淡化近些年中国推崇的 战狼外交风格 中国外交部内部人士向《华尔街日报》透露 中国政府一直在调整外交政策 以寻求重建美中稳定关系 并减轻中国在处理新冠疫情 强行追求国家安全 工业和领土权益 给中国全球影响力造成的伤害 消息人士说 特朗普执政时期对华采取强硬态度 致使美中紧张关系一度恶化 而如今外交官们需要调整策略 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 公开资料显示 现年58岁的谢峰早年在中国外交部 北美大洋周四美国处履职 2000年起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 先后担任国会处参赞 新闻参赞和使馆发言人 谢峰本人是美国事务的资深专家 与西方官员来往十分密切 并于21年晋升为外交部副部长 曾派驻北京在奥巴马时代担任白宫 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的何瑞恩 在接受本台采访时 对谢峰给予了高度认可 谢峰副部长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 美国决策层对他非常熟悉 如果他被任命为驻美国大使 华盛顿会认真对待他 谢峰是前中国外长杨洁篪的亲信 二人在驻美大使馆共事时 先立了深度联系 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前外交官 可有为的话说 谢峰的形式风格取决于 美中两国的整体关系 基于最高外交政策决策层 确定的优先事项 以及场合听众和时机 但有时柔和有时强硬 但可有为表示 中国的外交政策不会因 外交部人事变动而做出大的改变 日前卸任中国驻美大使的秦刚 近日回到北京上任新一届中国外长 此前美中关系持续紧张之际 紧刚在华盛顿 未能扭转日趋僵持的美中关系 舆论普遍认为 谢峰是位行事低调谨慎的外交官 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时期 谢峰作为中国外交系统 派驻香港的最高官员 一方面经常批评所谓 美国干涉香港内政 但也试图与外国外交官和企业 保持良好关系 此外 他历来被认为是美中两国之间立场中立的联络人 谢峰在促成去年的拜席会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并在21年涉及华为的中加换球协议中 担任中方谈判的核心代表 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 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分析说 美国事务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 谢峰本人比较稳重 派他出任驻美大使 有助于缓和美中紧张关系 这个任命的话可以被解释成说 中国当局在经过一段这种所谓的战狼外交的表现之后呢 希望想把他的一个形象稍微做一个更改 比如说谢峰的话 你可以说他是一个科班出身 而且他对美大事务的话比较有多的涉猎 然后他的形式风格的话 不会像比如说像秦刚或像赵立坚这样子 等于是中国的话有意让他先前的这个 跟战狼外交比较连结起来在某些个人呢 做一个区别 中国外长秦刚和中国驻美大使候选人谢峰的形式风格 似乎略有偏差 但王维正同样认为 中国的外交政策不会受外交部人事变动的影响 总而言之中国希望在外交方面改弦更章 还和与美国的关系 中国的外交部的话 其实在这个中共的这个官僚体系里面 并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系 中共领导人当然现在习近平 他要怎么样定义中美的关系 他要怎么样定义中国这个整体的外交的的形势的话 那不管是外交部长也好 或者是驻美的大使也好 都是他执行的工具 之前人士还告诉华尔街日报 谢峰的正式任命还未下达 但外交部没有更能与之匹敌的候选人 在谢峰任之前 中方需要把候选人提交美国申请并获得同意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金卫华盛顿报道 每日两国领导人会晤前夕 双方高级官员再度关注中国日益增加的军事威胁 并强调区域安全与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以下是本台记者陈品杰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预计将与本周五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面 在会面前夕 美日高层官员确认双方将加强军事合作 以遏止中国的扩张野心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印太政策协调员坎贝尔 12日谈到美国与印太地区国家深化同盟关系时 就不忘提到中国在该地区造成的威胁 坎贝尔当天出席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场座谈会时 就这么说 我们持续面临中国的军事升级和扩张行动 这些可能对邻国不利 例如去年五月在东京举办四国集团峰会时 中国和俄罗斯空军就在日本的上空盘旋 坎贝尔所指的即是中国和俄罗斯空军 在去年五月二十四日 于日本海东中国海及西太平洋海域上空 举行的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当时恰逢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后首次出访亚洲 并正在日本出席四国集团峰会 坎贝尔还表示 美国除了深化与各国在印太地区的同盟关系外 关键是要贯彻彼此提出和制定的举措 以加强印太地区在经济 外交安全以及气候变化等方面的紧密联系 同一天 美国与日本正在东京共同举办第五届的印太商业论坛 美国国务院就在声明中重申 印太地区的经济和商业合作 与伙伴关系至关重要 除此之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国防部长奥斯丁 与日本外务大臣和防卫大臣 本周三在华盛顿举行了二加二会谈 确认双方将加强军事合作 还将两国的共同防御条约条款 扩大到太空 布林肯在11日举办的联合新闻会上就这么说 他说我们一致认为中国是我们盟友和合作伙伴 共同面临的最大战略挑战 双方在联合声明中批评中国是为了自身利益而改变国际秩序 并关切中国正在加速加强核战力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也表示 过去一段时间可以看到中国解放军在台海的不断挑衅行为 并说中国是试图建立新常态 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同一场研讨会上 该智库的中国实力项目主任林洋 就对中国针对台湾越来越多的军事行动表达关切 当我们考虑中国可能对台动武时 必须想到各种范围的可能 而不是认为中国只会采取这种或那一种行动 对台湾使用武力可能不是中国的首选 但如果趋势没有按照中国希望的方式发展 如果中国想表达不满 他们确实会采取这些工具 林洋表示从去年8月 美国时任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 中国采取的一连串军演就可以看出 中国的军事行动是一个非常容易表达 对台湾和美国不满的方式 他也认为虽然2023年中国武力侵台的几率不高 但是外界应该保持警惕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陈品杰华盛顿报道 李志英创办的香港一传媒因为停牌多时 1月12号被香港联合交易所取消上市地位 外界预期出牌后一传媒的股价将会清零 有评论认为 在香港国安法下投资者承受的风险会大增 进一步影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声誉 以下是记者高峰的报道 一传媒在香港的上市地位由1月12日上午9点期取消 一传媒提醒投资者在最后上市日期后 公司股票仍输有效 但不会在联交所上市及买卖 其后公司将不受上市规则规管 一传媒除牌之前市值约为7億6500万港元 外界相信这次遭除牌意味一众小股东半身无望 手持的股票会沦为废致 台湾学者南台科技大学财经法律研究所所长罗承宗表示 香港的媒体生态仅非西比 相信投资者对于一传媒遭除牌早已心理有数 它那个废致的说法其实是比较通俗用语 像台湾的说法是沦为壁纸 就是说你只能够贴在墙壁上而已的壁纸 那如果说比较精确来讲的话 其实它的价值是贬值的而且大幅贬值 当然就一般商业来看不能够单纯从说有没有除牌 来去看这个企业好不好 可是套在那个一传媒的例子的话 它其实是因为整个政治环境的改变 整个香港对传媒的整个的一个路线改变之下的一种 一种无奈的发展 如果没有港版国安法 如果黎静玉先生今天没有被逮捕的话 他可能还是一个非常火药的企业 那就是因为港版国安法这些间接的因素的积累 也导致于今天这个结果 罗程中提醒投资者在港版国安法的阴霾下 往后投资风险肯定会增加 在做出决定的时候必须更为审慎 那些公司可能会跟政府作对而造成政府的不悦 如果说你今天投资的标的是这种的话 那基本上在香港内地化整个趋势之下的话 它的投资风险相对增加 甚至还有一种投资风险是说 今天你今天投资的对象是今天政府鼓励大力鼓吹的好了 可是问题是搞不好明天政府整个思维都转变了 那你可能也一样随本无归哦 2021年6月香港警方对一传媒采取行动 拘捕多名高层及高级编采人员 一传媒营运急剧恶化 其所有出版媒体包括香港苹果日报 在同月停止运作 并且在香港联交所停牌暂停一切交易 同年12月香港高等法院向一传媒颁发清盘令 联交所上市委员会在清盘令八初后一年 审议一传媒的状况决定取消其上市地位 期间 李志英等多名苹果日报高层被控以港版国安法校的 勾结外国势力罪和煽动罪一直被关押 台湾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 吴简中认为 港府和香港联交所针对李志英和一传媒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杀鸡警猴 我们看到习近平主政之后这种能上能下能收能放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显示出这样的一个对于法律的不尊重 可以让你上市 但也可以收回 会吓阻掉这些的资金 更加速的离开香港而已 他说 一传媒遭取消上市 严重损害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声誉 相信短期内会陆续有外资选择撤离香港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本周四 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 在台湾政治大学发表演讲强调 美国认为在和平时期必须与台湾站在一起 必要时在战争中与台湾并肩作战 以实际打赢战争的努力来遏制战争 以下是本台记者黄春梅发自台北的报道 目前担任美国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 中国项目主席的博明 12日在台湾的政治大学 以惊涛骇浪中的自由 台湾准备好了吗为题 流利的中文发表演说 25年前第一次到台湾学中文的博明 对台湾的民主历程与成就支支甚强 但是他提醒 台湾的民主在心理层面已经受到攻击 而威胁就来自北京 中共是政治斗争的高手 它所采用的技巧劳辣而熟练 他解析中国会耐心而系统地培养 台湾和美国的商业领袖 学者和媒体人士 又使他们以符合北京的方式 影响当地民选代表和公民 北京会对有影响力的人物 进行奖励和惩罚 提供或是封断商业机会和官方通道 中共还会利用新技术 必须学会应对 原以为会帮助中国民主化的通信技术 反而被北京利用 用来监视和控制其民众 开始针对世界其他地区 特别是网络社交媒体平台 为破坏民主的敌人 提供了游历的空间 说得一口流利中文的博明 阅读中文能力也很强 博明说他在台湾停留期间注意到 台湾电视和新闻以及私人 谈话一些言论和北京的宣传很像 例如美国把台湾当作棋子 准备把台湾乌克兰化 又或者说北京入侵乌克兰 是对北约长期存在的一种 可理解的回应 根据这种逻辑 台湾加强其防御侵略能力是挑衅的 美国与台湾和盟友密切合作 目的是阻止两岸战争的发生 博明说美国朝野一致认为 中国对台湾的入侵 是对全世界和平、安全和民主重大威胁 同美国对乌克兰态度相反 美国总统拜登四次表示 如果北京发动攻击 总统将派美国军队保卫台湾 同时美国国会和五角大厦 也正在加强美国和盟国 弱势这一表态的能力 通过加强军备支持这个承诺 美国认为必须在和平时期 与台湾站在一起 并且必要时在战争中 与台湾并肩作战 以实际打印战争的努力 来遏制战争 如果说民主国家 从乌克兰学到的一课 那就是除了阻止战争 比打仗更好之外 更重要的就是战斗意志的关键作用 博民从自己的从军经验认识到 赢得战争胜利不可估量的 关键因素是人的意志力 保家卫国的决心 可以弥补装备和人员上的劣势 也就是说 高昂的保家卫国的战斗意志 可以成为保卫和平的一种威慑力量 对于台湾非常关切 美国对台政策仍保持战略模糊 抑或走向战略清晰 博民重申 美国拜登总统四度表明 在中国发动攻击的情况下 将会派遣美国军队保卫台湾 他认为拜登的声明日渐清晰 并未有所回避 他说根据美国的宪法 美国总统制定外交政策 所以我们应该相信总统在这方面的话 不过博民提醒 需要把重点放在硬实力上 甚至比讨论关于模糊或清晰的政策声明更重要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加拿大新布伦瑞克省去年年底 结束与孔子学院的合作关系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贵林的孔子学院 则悄悄改名 持续运作 有专家表示 更改名字是换汤不换药 目前加拿大还有八所孔子学院 仍扮演中国大外宣的角色 影响加拿大的社会 请听记者柳飞的报道 加拿大新布伦瑞克省的前教育厅长卡迪 去年底辞职 他离任前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确保该省和孔子学院的合作关系 完全终止了 新布伦瑞克省公立学校和孔子学院的合作 始于2007年 过去几年陆续有家长抱怨 孔子学院在传授中文教育时 注入了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思想 学生更不能讨论六四和西藏等敏感议题 卡迪早期做过国际外交工作 对中国问题有深入研究 非常清楚孔子学院的真面目 因此他2018年就任教育厅长后 就对孔子学院提出严厉批评审查 他曾在加拿大的国会听证会上说 我不能忍受或支持外国政党势力 在我们的公立学校系统中 运营着他们想要的课程 在教育中不能自由地谈论 人权民主是不能被接受的 因此我接任教育厅长后 决心要停止孔子学院项目 加拿大过去这几年 陆续停止五个孔子学院 不过至今还有八间在运作 分别在高桂林公校教育局 爱德蒙顿公校教育局 李贾纳大学 萨斯卡彻温大学 多伦多圣利加学院 沃泰华卡尔顿大学 蒙特利尔道森学院 以及哈利法克斯圣马利大学 其中高桂林的孔子学院 去年悄悄改了名字 如今名为中国语言文化学院 网站上写着 是由华南师范大学 支持该项目 曾经拍摄 假孔子之名 纪录片的 加拿大华裔导演 邱明表示 尽管北美和世界 其他地区的学校 陆续切断 和孔子学院的联系 但有一些情况 是换汤不换药 其中一种就是 卑诗省高桂林教育局的模式 摇身一遍换名字 仍然强调是教授汉语 但大外宣的宗旨没有改变 把孔子学院这个牌子摘掉 把这个名字去掉 他不等于把中共的意识形态输出 送回去了 或者挡在他的教育局门外了 他并没有 他仍然在进行跟过去孔子学院 那种合作 类似的这样的这种办学 他潜在的这种危险 仍然在继续 邱明对北美孔子学院 有深入研究 他说美国过去四年 118家孔子学院 有104家已经关闭 但在疫情期间又陆续卷土重来 美国全国学者协会 已经写了报告 提醒外界后孔院时代的 运作方式和影响 文革华支持民主运动联合会 主席李美宝 一直呼吁加拿大关注 孔子学院的渗透影响 他说一场疫情 让学校系统变得更封闭 外界不容易探究各个学校 和孔子学院的合作情况 随着疫后重新开放 温志连将联合其他民主团体 重新施压加拿大的各个学校 不要继续让校园 受到外国政府干扰 他们每次都以还有合约为借口 不能停止运作 所以我们要追踪各个学校的合约状况 确保他们不会再续约 也要确保中国官方 不会透过其他方式影响我们的学校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柳飞 温哥华报道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从广播到网站 再到推特和Facebook 自由亚洲电台感谢您 25年来不离不弃 相遇是久别重逢 从Spotify到Google Podcast 再到Apple Podcast 我们在各大播客平台等您 再续前缘相守相依 听众朋友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 其他方面的消息 据海外维权网12号披露 常伟平律师的妻子陈子娟 当天针对保机中院法官杨汉黎 故意反复多次拖延常伟平案 向国家信访局提出投诉 1月8号 陈子娟曾针对近日奉献看守所 设置障碍 剥夺律师会见常伟平权力的 违法行为 向国家信访局投诉了 奉献看守所及其所长 驻站强 维权网的消息说 人权律师常伟平 一直遭到陕西保机当局 以各种借口 毫无道理的拖延和刁难 给常伟平和其家人 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痛苦 是对常伟平基本人权的 肆语侵害和践踏 并呼吁陕西当局 立即无罪释放常伟平律师 香港政府12号宣布 自1月16号起 不再为非本地居民 免费接种新冠疫苗 据港媒报道 已有许多旅行团 将组团带大陆民众 赴港接种次世代疫苗 香港当局表示 非香港居民如有需要 可以自费到民营机构 接种新冠疫苗 中国去年12月 通膨率上升 随着中国政府突然取消 动态清零防疫措施后 经济加速增长 未来几个月 通膨率预计会进一步走高 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四公布 去年12月 消费者价格指数CPI 同比上升了1.8% 升幅高于去年11月份的1.6% 华尔街日报12号 引述经济学家的预计 随着消费者推高旅游 医药和其他需求旺盛的产品 和服务价格 加上企业艰难应对员工继续感染 给生产造成的干扰 中国取消严格的防疫措施 将推高国内的通膨 各位听众 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 谢谢收听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